7分钟就出广告 然后再回来 组织41分 41分结束 组织41分结束 我现在看看几点 16 17 18 18 19 20 大概20分开始 29分到 29 30 31 组织41分结束 21分 然后组织 台湾 21分图 出广告 到底我是计算错组织 daily chicken 1分完蛋了 qui 不是,31分 糟了,我也是 你不如這樣說給我聽 一會差不多了,你告訴我 那就出廣告 我免得記住 記住我真的 我計錯了 還跟我說早晨 我這裡不是早晨,兩點多 有人問問題 你要不要回答 他就是問木瓜核的問題 他說150度 華氏焗了90分鐘 覺得木瓜核 都未焗乾身 吃了一粒焗到味道很奇怪 他說正常的味道應該是怎樣的呢 還不可以繼續吃呢 之類 嗯 他焗了150度 華氏焗了多久 90分鐘 每一個焗爐 都有少少不同 基本上 那些木瓜 身是乾了 你低溫焗久一點 它就會乾了 但是如果你譬如 拿些石紙包住它 或者你在碗裡 總之有很多東西 都會搞到它 變成它根本就在裡面 不是接觸中150度華氏 哦 哦 那我們第二節先回答 那我們現在開頭 今天呢 你有沒有想說什麼 特別的 我首先想說 現在大家都知道 是打仗 打仗呢 就是 哪裏打仗呢 就是Ukraine 和俄羅斯 Ukraine 出很多葵花籽油 就是Sunflower Seed Oil 哦 如果你在那裏 你想想打仗 就不是 應該就不是 在種東西 不是在種東西 就有很多 有很多污染 進了一些 Sunflower Oil 還有呢 Sunflower Oil 本身對身體都不好 那我打算和大家 說一下這個問題 嗯嗯 葵花籽油 你塗一塗 是不是葵花籽油 你不要聽我 我先用Sunflower Seed Sunflower 是啊 葵花籽油 是的 大家要避免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好 Sandy 今天又再緊張 5月27號 星期二 有很多研究 關於Sunflower Oil 其實有 當你慶熱它 會使用一些 Elder High Fume 在高溫裏面 比其他油 其實主打就是 我們看到Sunflower Oil 在食品裏面 最好沒有 沒有賣 見到 沒有用 因為 打掌的時期 之後 供應八成的 地球的Sunflower Oil 都是有問題的 現在就說一下 這件事 糟糕 視頻 好 快說完 到11點21分 到周末吃碗麵 今天的主題 主題是趙爾威 趙博士 早安 早安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說葵花籽油 也有問題 趙博士,葵花子牛在烏克蘭出產最多 但現在戰爭期間影響到產量 沒錯,等一下我再說 Sunflower Oil影響生產線 正在打仗,當然不是在種東西 Sunflower Oil對身體不太好 因為高溫時 有時會令到有些叫做 黃曲霉素會令到有癌症 這是一個大問題 另外一種蔡油 用Hexan來抽出來 叫做Canola Oil 也是不好的 趁這個情況 大家已經聽到一些節目 就知道黃豆油不好 知道黃豆油不好 知道是不好的 然後呢,印尼出Palm Oil也是不好 粟米油也是不好 所以這些油為何會這麼不好呢 第一,它為了去辟味 很多時候它會去拿一拿它 叫做Bleaching 或者Refinement 或者Deodorization 去處理它 再加上植物本身 對我們身體不好 就是粟米黃豆 我都教了大家不要吃了 如果剛好現在 有很多製成品有Sunflower Oil 有機會那些Sunflower Oil 在烏克蘭來到的時候 無論現在還是將來 都是盡量避免這些 更加不要自己買回去 用這些油來煮食 那你可以怎樣呢 就是用一些 根本就不在烏克蘭 烏克蘭不會中用 不會做這隻油的 這隻就叫做Avocado 牛油果油 這個就會健康很多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你不需要很多黃曲霉素 就已經會引致到有Cancer 很少的 差不多半粒米那麽多 已經夠去引致到一個人的身體 變成有Cancer 那就要消耗身體的一些功能 去令到它少些機會有Cancer 那什麽呢 通常這隻叫做Glutathion Glutathion 是什麽菜會找到呢 就是Cauliflower Broccoli 西人芥蘭 椰菜裏面 所以我一向教大家 就是這個 吃多些椰菜 還有一個小椰菜叫做Brussels Sprout 這些叫做Cruciferous Vegetable 還有Cale 就是這個魚甘藍 就是有些Glutathion的precursor在裏面 有些Glutathion 但是呢 就不多的 除非你真的吃很多 所以呢 其實應該要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接觸了 一些無霉菌 還有牛油果 都本身有很多Glutathion 那麽就會令到身體 就會有這個 就是起碼可以減低機會 這些黃曲霉素影響 負面影響身體 但是Glutathion有得買的 有得買的 那你可以注意 平時Glutathion 在外面市場 你找一下 Glutat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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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赵博士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剛才提到羽衣甘藍 近幾年都很流行吃 以前很少聽到羽衣甘藍 現在的羽衣甘藍 現在的羽衣甘藍 對 不夠滑 不滑 入口不滑 還要糟糕的 那麽要搞成這樣 那些人會覺得 以前呢 八十年代的思想就是 每樣吃下去 七十年代都是 每樣吃下去最好是 很滑 即是不用咬 吞下去就可以了 索上去就可以了 以前就是這樣的 那就搞到呢 每樣都要 今年的麵包 都最好呢 就是滑一點 入口 當然是軟軟的 pizza 軟軟的 就是又是這樣 就是因為那個思想 就搞到很多食物出了問題 包括 我下一次跟你說pizza 就是pizza和麵包 原來呢 有一個成份 下去弄得滑一點 有毒的 然後現在搞到 在加州 凡是有放些成份下去 都要說會引致了癌症的 嘩 是啊 proposition 65 對啦 變了就是 以前為了白一點 為了包 白一點 和滑一點 和軟一點 你知道我小朋友以前 就是吃白麵包 最重要是 那些邊就不好吃 吃裡面那裡 就是要弄到它再白一點 然後就加一些票劑 下一集就會講這個 就是一會兒就會講這個 potassium bromide 就是專門去弄到它白一點的 歐洲已經弄掉了 不給用的 美國還在用中 還在用中 但是因為 為什麼可以用中呢 因為它爭論 其實呢 當它去弄那些包的時候 它已經是揮化 消化了它變成potassium bromide 所以沒問題 但是有時候你吸一下 趕一下 這樣 那你就未必用完 它的功能 還剩下一些在這裡 那你就知道 或者那個人不是 烘了那些包 就這樣生吃的 又試過 有些人不烘包 不蒸它 哪有這麼多人蒸 隨便在包裡 拿出來 就放在口裡吃 吃了這些東西下去 這樣就會傷身體的 等一下詳細講這件事 嗯嗯嗯嗯嗯嗯 你有明白嗎 有位聽眾 他就說 請教你之前說過 木瓜核的問題 他指他用150度呢 焗了90分鐘 那我發現 木瓜核還沒焗乾身 他是試吃了一些 覺得奇奇怪的那些味道 那他說 正常的味道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繼續再吃呢 或者每天吃多少顆呢 那樣 通常150度呢 就是65.6的攝氏 150度華氏 它專門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菜類可以抽乾的程度 其實145已經足夠 因為這樣才可以處理食物 而且不會影響酵素 但是如果你說它放在碗上 或者石紙蓋住 或者爐用了很久 它寫著150度 其實就不是150度 或者150度是不到粒核的 因為是150度到粒核 那些種子、木瓜核 木瓜核是一塊木瓜核 所以如果你總是覺得那裡有些問題 你就可以提升到165度 華氏 而且你記得去分散木瓜核 其實很多技術 是我肉眼看不到它怎麼做 譬如有很多人 木瓜核就放在這裏 放箭塊石紙在下面 就是這樣 但是爐調的設定是下面興上來的 石紙就隔走了它 你要在上面看下來的那一刻 還有就是它要 你有沒有試過看麵包? 有時按了設定之後 不知道爲什麽呢 它真的四度就搞定要刮 要用刀來刮 但是二又不夠 又不夠看得不夠 不同的爐 但是你家裡的爐 二就足夠的 四太多的 去別人家的家裡 反而去到四才剛好 每一個電爐 多士爐 那些toaster oven 都有些不同的 所以toaster oven 你叫它有150 它未必是倒過那粒鍋 還有你自己放那些東西 一整個堆放在這裏 一個搭一個就會出了問題 你要spread it thin 就是每一粒都分開了 鋪平它 然後你用碗還是錫紙都很影響 還有那些溫度是上面還是下面上來 有影響的 影響的 嗯 所以為了安全 提高它 應該是調降還是錫呢 烤焗呢 如果烤焗 當然烤焗就可以控制溫度 但是有些叫做convection 就開了風吹它 吹它 吹它你不要搭著 你分開了它放 然後它也有一個叫做dehydration setting 有些叫做dehydration setting 有些多屎蘿 那它就專門用來抽乾一些東西 譬如要做一些水果 就不可以去到150 即150是頂了 所以你想想 那個 通常是90至150 那個range 是for一些水果 即是芒果乾 如果是牛肉 我給大家多一些資料 我給大家 牛肉 就是豬肉乾 牛肉乾 通常那些要切得很薄 那就是130至170 Hg 但是就長時間的 還有不要搭著 所以當你明白了range的時候 你就更加明白 為什麼木瓜核是150 因為木瓜核是 木瓜是生果 現在去到頂了籠的150 但是它的爐 可能有些問題 你不妨去165 160 然後你自己因自己 去明白自己的爐是怎樣 就是這樣 那最好的保存方法是怎樣 那要不要放入雪櫃 如果你真的烘到它乾了 真的乾了 乾到透了 那就變了 可能這一位 是要烘多過90分鐘 可能它的爐 其實它的溫度沒有問題 但是呢 可能它要三四個小時都不行 可能是這樣 就很因人而異的 有些爐 那好吧 如果你烘到它真的乾了 你可以等到 但是如果它不是真的乾的 那你想想 濕 通常都會弄一些東西 會壞和爛的 發霉 都是這樣 所以一定最重要的技術 是要烘到乾 然後呢 就安全了 但是如果烘得不乾 你放在雪櫃也沒用 因為你放在冰櫃反而 因為它根本就是未到 那未到呢 那未到呢 就是有個問題 未到呢 其實就不對的 應該要烘到它透了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繼續和趙博士再談 好 那回來呢 我們總共41分就完了 那回來應該是33分左右 即大概是700分鐘 嗯 那葵花子油的問題 說完了沒有 就是關於食品 其實當打仗 你要明白一下 或者甚至經濟衰調 或者甚至 之前新冠肺炎病毒 你要留意一下 那些地方搞成怎樣 它的經濟 以及它出產什麼 即如果說夠健康 就像加州那樣 你買了一家很美的房子 很貴的 怎麼知道幾年後呢 後面的backyard 含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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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然不要找到他 那當然要透過 hass 那當然要看看 在住的環境是什麼 我們如果明白這事 套進去食物裡面 還是要這麼講究 不然吃坏的東西 然後 Put in味道 未來的10年 嘩 是呀 好, 接下來回來了 我繼續 有什麼問題呢 現在回來了?現在開始了? 還有一分鐘 一分鐘回來 好 講講麵包的東西 就是講到漂白 就是如果真是仔細講 那個漂白的問題 真的搞到很多人很慘 因為之後他的傷身體 這個想問 如果這樣說 我們還買不買麵包吃? 如果那些菊已經是不好的 譬如在Woodoo Pong 你再加漂白它 那就糟了 這樣呢 我們應該買什麼麵包吃? 所以有一段時間 人們吃的麵包 首先如果吃flower unbleached 就是不要漂過 沒有漂過 即是有寫的 是嗎? 有 包裝有寫bleached 等等等等 馬上來 等一會 好 41分完了 我們現在跟你對一對視 現在是34分半 好 好 好 令彼此更加安全 訪問COVID-19.4.gov 了解更多 要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為你提供 周末食碗麵 各各各地面 好 繼續今天第二節 周末食碗麵 有些聽眾有問題 想問回趙博士 因為剛才你提到 外面買的麵包 尤其是白麵包 都落了很多漂白 這些化學物質 對身體當然不好 這位聽眾想問問趙博士 其實外面買的麵包 是有寫了 有漂白的 那些就不要買了 是不是這樣說呢 他有寫的 他絕對要寫的 他要寫bleached 還是unbleached unbleached unbleached 是沒有漂過的 你記得以前的思想 我為何要付這麼多錢 買些又鞋 又不白的麵包 但現在的人多了知識 以及你聽開這個節目 就知道 你怎樣漂白的 你怎樣漂白的 就要放些化學物料 而化學物料 就叫做 Protassium Bromate 而這個 做漂白 就會搞到 譬如甲狀腺問題 很多甲狀腺問題 女士的甲狀腺問題 跟這件事有關 是 變成 無端白是吃一塊麵包 甚至吃一隻 菠蘿包 但是它裡面是bleached 變成 變成 設定了一個問題 如果它bleached 是烏托邦來的菊 而那裡有黃曲霉素 再加上 加上 兩隻化學物料 兩隻合起來 那就糟了 這樣就大問題 預計幾多年可以 今次打仗可以 不吃烏托邦出產的油 烏克蘭 烏克蘭 沒錯 Ukraine 用英文好一點 Ukraine 它們計算的數 大概多久 起碼 minimum 十年 為何要十年 那麼久 因為有很多 很多添加劑 可以加進去 一些東西 根本上可以擺 它可以擺幾年的 擺幾年的 如果那些東西 已經有黃曲霉素 擺了幾年 平時 一個包 就不會擺那麼久 但是很多東西 是frozen 或者放一些材料 裡面 它可以再擺久一點 所以呢 油也是 又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要避免 總之 這些它大量出產 譬如我剛才說 Sunflower Oil Wheat 也是它大量出產 幸好它不是大量出產米 所以米 反而是安全 而且你知道 有很多米 加州你們住在加州 加州根本是出米的 所以它有 你在那裡賣的米 就已經 第一要避免米 要避免什麼 避免Arsenic Arsenic 所以你要 要確保你的米 是Arsenic Free 你要確保你的米 做包 做薄餅 是unbleached的 不要用bleached 這些就已經可以 令到你 不知不覺 避免了很多問題 避免了很多問題 因為甲狀腺問題 就有很多問題 但是有甲狀腺問題 就是代表頭髮有問題 有甲狀腺問題 就是一個人的身體肥瘦的問題 會不會做一下 覺得很累 沒有精神 又是跟甲狀腺有關的 那這些 當然有很多其他東西 但是呢 甲狀腺呢 如果它是跟那個 Protessium Bromate有影響 那你避免了Protessium Bromate 我們明白 Data Set 我講了一點關於Data Set 就是熱狗和熱狗的包 你明白了 熱狗和熱狗包 熱狗和漢堡包 通常你不會放熱狗 在漢堡包裡 因為它是圓形的 你就希望那包是長形的 那在Data裡面 如果你不知道這件事 你就會看到一對一 兩個好像很有關係 那當然有關係 通常吃一條熱狗 就放在熱狗包裡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當你去到汽水 和咖啡和熱狗 為什麼又是一對一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你通常 你叫一條熱狗 在看球 不同的情況在外面 你就一定有點東西喝的 而咖啡和汽水 是很多人喝的東西 所以變成因爲這樣 它是一對一 不是因爲它有什麼 做到茄汁 芥辣 士拉希柴 還是Relish 或者任時不放任何醬 這個呢 就最特別了 因爲熱狗 每個人吃熱狗 都有不同的方法來吃 喜歡不同的食物 那樣東西就不是經常有 那你在那一刻 看到那些人選擇不同的食物 譬如有時候有一個人 他今次下茄汁 再吃兩條結構 他就下一次下芥辣的了 你要很清楚知道 那些資料是爲什麽 現在我們就深入去裏面 就講一下 啤酒 就一向都有的了 因爲啤酒 就是令到那些人 覺得那些食物 首先它因爲它軟一點 還有它會快速一點 除了靚仔一點 在生意角度 是快速一點的 會令到那些 就是那個Proofing 快了 即是那些Flower 快了 那你便做生意 你當然希望那些食物 不要等到那麽久才可以出產 快速度 還有用帥仔 還有軟一點 哇 就是這樣想 以前就是這樣 是 木瓜核 他用250度 大約 不要250 不是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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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160度 最多是 剛才之前說 就是不要用250 當然不可以250 如果你焗到它 它已經是 所有的烤素沒有了 你寧願焗久一點 焗久一點 因爲它的爐可能需要焗久一點 就是剛才初那個位 所以要長一點 那這一位 你又看看它怎樣 總之你要看看你的爐 可能要焗一整晚 總之焗到它乾 你平時那些光瑤柱 其他東西 你不會說 丟下去 250度 這樣就全部 全部 硬到 直接是 還有沒有了些鮮味 所以你應該是 比如曬太陽 曬太陽 平時那些光瑤柱 蝦米 不是丟出去外面曬的 以前 你曬 你就會怎樣 你不會去到 250度 嗯 你明白嗎 千萬不要250度 最多是160度 對 時間關係 我們下個禮拜再談 好 下個禮拜再談 拜拜 拜拜 中方節目 開業三十週年 喂 是啊 喂喂 是啊 今天就比較急 好急啊 你直接說到急到我都差不多急了 哈哈哈哈 這樣呢 這個呢 這個就問 他可不可以長期吃 他說 吃了你介紹的木瓜 就是木瓜子核 他說 對個胃好 已經消化好很多 他問可不可以長期吃 每日吃五顆 這樣 我們留下一次問 還是怎樣 是 我下次問 不過我就想跟你說 我下個 我這個禮拜 就要去 要出差 我不肯定 我星期五跟你做不做到 我現在還未知道 哦 我到期時 如果是做不到 我們就要再假一個禮拜 哦 去哪裏出差 為什麼呢 我在費城那裏 因為我會在Warton那裏 那裏 現在他那個 他有個 schedule 給我的 那 就 其實星期五 有 有 有機會 就是 有機會的 但是我要 我不肯定 所以 既然我不肯定 看一下 他就說 其實兩點搭三 就 就完 他說星期 不是 Sorry Sorry 看一下先 不是的 星期五是沒有可能完 一是要提早 我們正在吃飯的時候 哦 即是十二點半至一點半 美國我那樣的時間 即是你要提早一個小時訪問我 哦 你做不做到 提早一個小時 不行 有其他節目 要是我們先錄音 可以嗎 先錄音 然後你播出來嗎 是的 是的 先錄音 你要什麼時候跟我錄音呢 就是要這樣的 要是我們明天 要錄音 因為我之後就早了 下星期你已經不在了嗎 不在了 我由這個星期日起程 哦 我會跟香港做一節 就是晚上一刻 只回答問題 靜答問題 那就是我星期日晚 到了費城那裏 就是靜答問題 回答兩個小時 就變成了 由十點 十點夜晚 回答到十二點 即是我的十點回答到凌晨十二點 哦 哦 這樣就不行 因為明天是星期六 在辦公室沒有人 你用手機錄 你用你的手機錄就行了 對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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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平時呢 我平時呢 由七點早上 直踩到十點晚上 我這邊 天天都是這樣 在這個 哇 很瘋 很瘋 我真的瘋 這樣 是啊 那我再過一次 如果這樣 是啊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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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回你之前 講一下 你一提到木瓜子 那一堆又問了 又問回木瓜子 什麼好啊 什麼啊 幫助消化 你看看 除了幫助消化 你看看 他們呢 因為每個人的爐都不同 還有他們的技術 我只想起 就是提起江饒柱和蝦米 就最適合了 以前的人 哪裏用一個焗爐呢 扔出去曬的 那你哪裏這麼熱 但是曬不是曬九十分鐘 不是曬一個小時 不是曬兩三個小時 是曬幾天的 是啊 是啊 現在那些人 現在那些人要快 是啊 但你不能犧牲了 木瓜或那些烤素 你寧願焗久一點 一定要這樣 你已經明白了 如果高溫 烤素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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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乾了 那就是好像 你有沒有試過 蝦米和江饒柱 如果很高溫的時候 會怎樣呢 就是不好味的 就出來 嗯 沒有了那種 就是那個香口的鮮味 那當然 你會不會說低溫一點 就會被烏鷹套 不一定的 你有個罩蓋著它 就不會有烏鷹套 就是它技術呢 要明白為什麼要用這個技術 嗯 你如果不懂得為什麼的時候 你想一下 就是 所以它那個 它那個東西一定是不夠的 不夠熱 而且時間不夠 總之它的爐 還有很多時候是看肉眼 看一件事情 你看到 吃下去的 怪怪的 就因為它 就不行了 還有我自己呢 通常這些木瓜糊 烤乾了之後 頭那幾次呢 都要學會了技術 才知道 可以烤乾多久 因為你打算拿來等 拿來等 一定要烤乾透的 即是寧願長久一點 譬如 看了三天 但在那個溫度 控制了150 這樣的話 你就變成 它不會有什麼問題 你看久一點 沒有東西的 因為它那個溫度 不影響它那麼多 但如果你說 我踩油 弄到它高一點 剛才聽到250 嚇死了 如果一天吃五粒 那可不可以長期吃呢 你首先 未吃木瓜之前 我這個當教了你 你下個禮拜你講 木瓜 你最重要是怎樣 你不要直接吃木瓜糊 你要首先 吃開木瓜 吃一個禮拜 差不多是這樣 喔 為甚麼 首先你的木瓜糊 當然是木瓜 那你順便 準備好身體 因為其實木瓜 木瓜糊 你還有沒有看到龍仔 沒有看到 但有 text message 你叫它 因為它喜歡煮食 甚至你自己 你試一下 用木瓜糊 或者菠蘿芯 你試一下 用雞胸肉 把木瓜糊 攪碎了木瓜糊 那些雞胸肉 就煤了 它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的身體 當你明白 雞胸肉 都會被它刺到煤了 不好味 就是當它刺到煤了 就是好像 人家去那些 去那些 那些 外賣那裏 那裏 你發覺它刺完 那些雞 用生粉刺到那些雞 那些雞 那些雞沒有了味 怪了 就吃下去 變成木瓜糊 那個用途 在廚師裏面的用途 Culinary 就是專門用來刺牛筋 刺牛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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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變成 你想想 你現在的用途 就是用回這個技術來刺 刺牛筋 就是平時吃了很多 那些 那些 就是外面那些 快餐店 其他東西 刺牛筋 刺牛筋 那你不是要刺牛筋 你不是要刺牛筋 你不是要刺牛筋 你刺牛筋 你刺牛筋 那你當然不用吃到 不用吃到 不用吃很多 最好不要吃很多 是吧 一天五粒就可以了嗎 我就可以練到去到五粒 但是 通常我都 我都提議那些人 兩三粒 三四粒 那樣 我 譬如我有時候 情形 情形 就是因為我出得去 譬如我這個星期是出去的 那我回來 我會做一個 有一些醫療療療療 整個星期都在外面吃的 全部吃外面的東西 那我會怎樣 我可能在一個月後 幾個星期後 就會做木瓜核療程 那我自己 因為有那麼多 我可能會做到八粒 但是 但是外面的人 沒有試過 還有他本身 都沒有吃到木瓜 可能他聽完這件事 從未吃到木瓜 大概是幾年 現在一次過是暈的 刺牛筋 刺牛筋 當你去那個木瓜在口裡 不是叫你直吞 是咬碎它之後 跟著吞下去 那你咬得碎那一下 它那些enzyme 和那些那個叫做pain 就會走出來 來刺那些喉嚨 胃啊 那它怎樣刺呢 就去了那個表層 所以你最重要就是 它的功效要汗乾了 但其實它生的時候 在木瓜裏面都有這個功效 只不過你不等得久 那些會壞的 它主要是對胃好幫助消化嗎 由喉嚨 腥帶一直到起痰 譬如有些人乾咳 或者甚至起痰 起痰 木瓜核可以化痰 嘩是嗎 是啊 它連那些牛筋都可以化 所以 所以是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 即是你說節療法天然的東西 哪些數一數二的東西 真是很有效的 這個是啊 因為它 它可以 木瓜核是天然療法的一種 是天然療法有很多不同的類型的人 但是呢 我就喜歡看science的天然療法 那我看science 這隻東西是這樣的 那麼厲害的 然後呢 如果你還想它再猛一點 就是 就是菠蘿芯了 再猛一點 就是木瓜核混菠蘿芯 即還有些這樣的東西 是啊 嘩 是啊 但是你試一下菠蘿芯 你以後切開菠蘿 留回心 你知不知道它又可以放在焗爐裡面 又可以汗乾它 留回來吃的 是啊 那你菠蘿芯是有汗乾它 它吃的是低溫汗 那汗乾它吃是對菠蘿芯最好呢 那波羅芯呢 就是有一種消炎功效 又是去 又是去拿走 即它又是拿走的表皮 但是有些人呢 就是它 他們吃了很多年那些 有膠質的東西 有些添加劑 很多東西 那就已經有喝酒 又吃煙 就是很多東西 那它要 它要多些power的 但是要慢慢來的 你不可以一次過 一級級的上 那你第二級就是菠蘿芯 第三級就是 你知道 凡是叫三級都不是那麼好的 那變成了 第三級呢 就是菠蘿芯加木瓜核 兩人一起來 那菠蘿芯很大條 那怎樣吃 烘乾了之後都有一大粒 那怎樣 就這樣切開它 切到薄 然後放進烘木 一片片 沒錯 好像別人的芒果肝那樣 其實你烘了之後它會縮水 整個心 那這天吃多少片 你好看的 你很難 每個人的情形 要看的 因為你會感覺到的 你有什麼感覺 還有你首先 我都提醒別人 你拿那些東西 做出來 你放進一些菜 你放進你的雞胸肉 你看看它刺到什麼程度 你自己明白一下 那雞胸肉 本來你知道 你試試有一堆 雞胸肉切片之後 你是沒有刺它 然後刺了那些 你比較一下 然後呢 你比較一下 然後煮熟了那些 又沒有刺到 然後呢 現在放一些木瓜核 上面 又看看它變成怎樣 放一些菠蘿心 又看看它變成怎樣 你就開始明白一下 你將會放這些東西 在你的身體裡面 很多人就會覺得 兩三粒 哪裡有這麼多效 它有效的了 你不用這麼多的 還有最重要就是 在未吃任何的東西之前 你要吃了那個水果 讓你的身體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會 就算做了這麼多次的療程 我都一定是吃了一個水果 因為要 要和身體預備一下 這些東西 相當厲害 因為牛筋都咬到它軟 因為牛筋要煮多久 所以這些是 是 沒錯 OK 知道了 好 知道了嗎 你知道嗎 我寫下的 哦 那你寫下的就不一樣 通常你做節目 做到你全都行 那頭說完那頭不記得 是呀 我寫下了 好 好 那我就6月10號 再叫你 對呀 下個星期不見了 可以 沒問題 那你一路一起順利 好 我們保持聯絡 在WhatsApp 好 好 拜拜 拜拜